先来看一个演示 在手机中打开一个图片文件 点击分享按钮 点击连接至Windows 点击手机中的电脑图标 图片很快就被发送到Windows 再来选择一个其他类型的文件 点击分享按钮 点击连接至Windows 点击手机中的电脑图标 文件开始从手机向电脑发送 发送成功之后 电脑会收到通知 这是新版Windows11中手机连接的新功能 在Windows11的手机连接中 不仅可以接收短信 拨打电话 新版的手机连接还增加了另外一个新功能 可以直接对手机中的图片进行文字识别 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功能已经被添加到Windows11中的截图工具 打开一张图片 点击右上角的文本按钮 只要图片中包含文字 无论中英文 都可以被识别 复制这行文本 可以粘贴到任何其他的文本编辑器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大家在观看这视频的过程当中 记得给小妹一键三连哦 请注意 如果电脑是全新安装的Windows11 24H2 系统中默认不包含手机连接应用 如果操作系统是Windows11 24H2之前的版本 系统中默认包含手机连接应用 点击开始菜单或任务栏上的搜索按钮 输入手机 点击启用或进用手机连接 在移动设备设置中 点击手机连接后面的滑块开关 系统会自动下载手机连接的最新版本 点击开始菜单 点击设置 左侧点击应用 右侧点击安装的应用 向下滑动鼠标 点击系统组件 找到手机连接 点击三点菜单 点击高级选项 请确保手机连接是视频中显示的版本号 点击开始菜单或任务栏上的搜索按钮 打开手机连接 选择Android 点击Microsoft登录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选择出生年月和所在区域 打开手机中的连接至Windows 点击在你的电脑上使用二维码登录 授与连接至Windows摄像头权限 扫描 扫描Windows11中的二维码 点击继继继继继续按钮 输入验证码 在手机中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 请确保 请确保和Windows11中登录的是同一个账号 如果要在电脑中打电话或发送微信 请受与连接至Windows所有权限 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是否在后台运行 点击完成按钮 重新打开连接至Windows 点击Windows11中的手机连接中的继续按钮 根据向导完成设置 在手机中打开一个图片文件 点击分享按钮 点击连接至Windows 点击手机中的电脑图标 图片很快就被发送到Windows 再来选择一个其他类型的文件 点击分享按钮 点击连接至Windows 点击手机中的电脑图标 文件开始从手机向电脑发送 发送成功之后 电脑会收到通知 在Windows11的手机连接中 不仅可以接收短信 拨打电话 新版的手机连接还增加了另外一个新功能 可以直接对手机中的图片进行文字识别 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功能已经被添加到Windows11中的截图工具 打开一张图片 点击右上角的文本按钮 只要图片中包含文字 无论中英文 都可以被识别 复制这行文本 可以粘贴到任何其他的文本编辑器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大家在观看这视频的过程当中 记得给小妹一键三连哦 请不含